亚太报道 这次纯枪舌战 针锋相对 中国15个大城市人口 都是女多男少 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民企融资困难 纷纷退出地产市场 国企乘虚而入 假视频横行 新华社登上大报 中国在泰国的信息站 接下来就请听 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广东省中山市 约十位民营企业家 在该市一市府聚餐时 被当地警察驱散 全数被带到派出所盘问 至次日凌晨两点 在交代原因后获释 详情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共百年党庆期间 各地警察对民众聚餐 及聚会高度防范 动辄抓人至派出所盘查 广州艺人士王爱中 本周五在社交平台推特发文 前天晚上 广东中山几个本地企业 他也受邀参加 但被有关部门禁止 王爱中未能前往参加 晚上他们正在吃饭的时候 近20个警察冲进去 把聚会者全部带到派出所 王爱中本周五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参加聚餐的企业家 未参与过当局禁止的活动 也不谈论政治 属于所谓本分的生意人 当地一些企业家都是很本分的做生意的 他们也从来不参与一些其他事情 而且他们有的都生意都做得很大 在当地生意都做得很大 前天晚上他们有七八个人 有一个聚餐 有十个人不到 吃饭才吃到七点多 就冲进去20多个警察 然后把他们全部带到了当地的派出所 此次企业家聚会地点 位于中山市同乐大街的 原汁全卫石府 他们此次聚餐 并未设置谈话主题 王爱中说 当时聚会者未讨论当下时事新闻 却被带到派出所 这些民营企业家被录取口供 很晚才获释 王爱中认为 广东一直被认为全国最开放的地方 一群企业家只是在一起吃饭 竟然无缘无故被带到派出所 他说 广东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 也是跟这种广东的开放是分不开的 没有想到被认为 全国最开放的地方 现在竟然是一群企业家 仅仅在一起吃饭 就要被警察带到派出所 他们有的人是受到了非常受到的惊吓 确实是让人没有想到 广州人权律师隋木钦 对本台说 从法律角度 民众聚餐聚会都不违法 但很多时候会被禁止 他说 因为没有非法聚会 所以说 聚会呢 他是在非公共场合 聚会就没有什么所谓 非法之说 只是按当局的政治选择 他怀疑你有政治企图 所以他就来冲击 可能这种聚会呢 使他们认为可能是有敏感人物参加了 就来冲击 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 当局除了对舆论进行全面控制 对民众小范围聚餐 一言加防范 政府的一切工作围绕着 所谓社会治安稳定有序 广东惠州居民李先生说 警察为了消除批评政府或抱怨 自然会禁止民间各种聚会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 早前因为发表批评当局的言论 遭开除党籍 该校另一名教授刘玉英 近日在赞扬别国医疗福利制度后 在网民的压力下宣布噤声 外界关注 中国的言论空间 由于人为的因素正在不断的缩小 以下是记者高峰的报道 刘玉英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 星期一 她在微博实名认证的账号 发文称赞加拿大的医疗福利制度 形容这套制度 全民平等 上至总理 下至农民 拿的都是一样的医疗卡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部分大陆网民认为 刘玉英旨在批评 中国医疗资源不平等 甚至质疑她的认知能力 认为她无法 给中共中央党校官员上课 更无法提高 他们的政治判断力和执行力 由网民更上纲上线 指责刘玉英 崇洋媚外 长期在意识形态扮演两面人 并根据她的照片 说她一身名牌打扮 生活奢华 面对舆论共事 刘玉英星期四 先在微博转发一篇 TV让人讲话 天不会塌下来的文章 随后更宣布 自己的微博及时停止更新 并从手机里卸载微博软件 她说自己并不是怕什么 而是要彻底告别微博 清华大学政治系远讲师 吴强认为 小粉红逼退 刘玉英的种种手段 使人联想到文革 最终新一轮的围攻 基本上是文革抄家的一个互联网版本 战狼普遍化的一个产物 通常还能得到官方媒体的 官方机头的鼓励 也然已经形成了一个 造反派和走资派之间的 当权派之间的冲突 比如说胡锡进都遇到类似的攻击 刘玉英的遭遇 使人想起早前遭开除党籍的蔡霞 独立学者吴作来则认为 两人不能相提并论 扶贫啊 破评啊 这些都是习近平追求的东西嘛 中共的一个追求 习近平和中央党校的教授 都应该非常清楚 就是人民平等嘛 所以中央党校教授讲的话 并没有犯政治性的错误 并不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 那小粉红 小粉红的这个 为什么会反对这个教授呢 小粉红是认为啊 你教授在夸别的国家 贬低中国 夸别的国家好 就等于贬低了社会主义 所以小粉红就沉起而公之 有评论认为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很多都是根正苗红的 红二代或红三代 刘玉英间接比较 家中两国医疗福利体系 暗示中国的制度有问题 也十分难能可贵 所以这小粉红 现在他们意识不到 这个教授是在替这些年轻人 替很多底层的人说 因为教授自己呢 已经享受很好的 这个医疗待遇了 一般都中央党校教授 一般都享受副局级待遇嘛 享受这个医疗兰卡 优先安排病房 而且医疗全部报销 所以这个教授呢 能够说这样的 听老百姓说话呀 他还是良性未明 还是一个对求公平正义的一个教授 这些小粉红真是 狗腰如东斌 不是好人心呢 外界关注 刘玉英在压力下 会否像蔡霞那样 选择离开中国 吴作来表示 蔡霞严厉批评中共政治体制 这是中共所不容许的 而刘玉英评论医疗体制 并未涉及政治红线 相信他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高峰香港报道 据各大城市已经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 中国15个特大城市户籍人口 均呈现女多男少的事态 这是因为大城市更适合女性居住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 有专家指出 一个地方的男女比例 其实和经济发展水平 有很大的关系 以下是记者一兵的报道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一直难产 但是各大城市的统计年间 最近却已经陆续发布 2019年的数据显示 北上广深在内的 中国15个特大城市户籍人口 均呈现女多男少的态势 有分析指出 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 越容易呈现出女多男少 女性似乎更容易留在大城市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 中国人口专家易富贤 在推特上说 老龄化越严重 就越女多男少 香港女性比例最高 妇女比男性长寿 6至7岁 是少子化 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夏明告诉本台 大城市女性人口 溢出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 他说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 中国长期以来 男婴出生总数高于女婴 但由于大城市人口 受教育程度较高 重男轻女思想淡化 女性在大城市 得以有喘息的空间 同时大城市服务行业对女性员工的需求大 吸引了大量农村女性人口向城市流动 现在在中国一些农村 那么也涉及到对女性的一些歧视 比如说现在像新年社交媒体会暴露出来说 女孩子怎么不能去上桌 那么这些歧视当然会让女性 感觉到了在农村里边希望要少得多 但是女性它有另外一种优势 就在于女性的适应力 包括就是语言能力 还有家庭对她们的也有一种往外推 那么变化女性反而流动程度了 那么尤其是流动到那个层次 反而比例会比较高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负责人刘开明分析说 人口性别分布不均 主要受传统的婚嫁观念影响 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对女性更有吸引力 中国的男性不传统几千年来 他都是习惯于像同阶层的 或者说更低阶层的去结婚 这样的话男性的选择面就非常大 那女性的选择面就 我们传统上特别是这几十年来 这个女性往上 就是说要嫁给比自己能力更强的 地位更好的人 收入水平更高的人 这个情况是一直都这样 夏明认为长期以来 中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失衡 导致人口性别分布的不均 如果不综合统筹 推动农村全面发展 整个社会将进一步陷入 经济发展两极分化 性别失调的恶性循环 从而引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中国现在就是在过去二十多年 他就讨论了两大现象 那么一个就是光棍现象 那么一个就是那个顺利现象 因为有计划在于性别的选择发利益 那么中国的话 那么基本上结构性的存在 尤其是农村里边 大概有两千万 甚至有的估计是有三千万的男性 那么是找不到 就是那个妻子的 找不到老婆 就永远是光棍的 这种压力了 那么就使得中国的农村 那么出现了一个就是贩卖人口 那么而且走私妇女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1994年以后出生的人群 男女性别比超过110 而在正常情况下 人类新生儿性别比 理应趋近于1比1 最高不超过107 自2015年开放二胎政策实施以来 二胎出生男女比例 动辄130 160以上 有些地区一度达到260 据有关部门预测 中国2015年至2045年间 每年男性过剩人口达15%以上 到2050年仅50岁以上 未婚男性将至少有3000万人 性别失衡将超过老龄化 成为中国最大的人口问题 夏明说 解决性别出生和分布失衡问题 必须从解决城乡经济发展 两极分化和户籍制度入手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 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 还做得远远不够 中国国家统计局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20年 全中国农民工总量仍保持高位 达2亿8千余万人 农村人口流出 导致大城市人口爆炸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 持续加深 据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欺谱数据迟迟不出 有专家表示 不仅是出生率和性别底不乐观 对农民工进行统计的工作复杂 可能是推迟发布 人口普查数据的原因之一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一斌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 北京三令五身 遏制房地产市场炒风 目前 民营地产商已经纷纷 因为融资困难而退出了市场 但国企却乘虚而入 在全国圈地囤地 令很多大城市的房价 依然在高位运行 详情请听记者 乔龙的报道 近期中止研究院发布 2021年前三个月 国内房企拿地面积和拿地金额 100家企业排行榜 显示买地金额前十强企业中 仅融创和滨江两家房企 是纯民营企业 而拿地面积前十强的房企中 有万达 荣创 碧桂园 新城控股这四家占比也不到一半 买地能力强的均为国资房企 上海一位房地产市场业内人士张阳 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政府认为民营企业资产的负债率过高 于是严格审核民企的贷款申请 限制了民企地产商买地 微信公众号拓展老狗发文称 不久前重庆广州拍卖土地 也是国企抢地占大头 土地储备将是直接决定房企发展潜力的因素 文章称 虽然眼下国内房企销售排行榜前十榜单 还是以民营房企为主 但是按照眼下拿地规模判断 未来排行榜上的格局 必然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新的融资和调控政策下 央企的核心优势在于资金实力 体现在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的长处 其他类房企无人能及 张阳说 国企受到政府保护 银行也对国企开发商贷款大开方便之门 国企亲儿子 民企谁来管你 民企只要负债率达标 作为头等标 国企没有看到说什么在将负债率啊 什么之类的 习近平一直说嘛 要把国企做大做强呀 主要是我这个要把国企做大做强 今年前三个月 中国房地产企业拿地金额 以面积前100名统计显示 排名第一的是 国有控股企业绿地中国 拿地金额达人民币328亿元 其次是国企保力发展269亿元 排名第三的是 厦门市政府的建房房产 买地金额达239亿元 第四是蛇口招商 买地金额也超过200亿元 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向政府持股企业倾斜的情况下 当前民营企业 尤其是房地产企业 的确难以和国企竞争 张扬说 目前民企老板感觉到经营困难 有人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但相当多的人被拦在国门内 无法出国 中共18大之后当局多次强调要提升私营经济的地位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但事实上并非如官方文件所言 湖北网络作家刘文涛对本台说 中共所有文件或法规面对权利时 简直不堪一击 如果这两年不把这种局面扭转过来 对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这种打压 那对于经济的发展影响非常大 那未来十年真的是很糟糕的 这两年肯定要出事 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 中国不少民营企业不得不以国企合作 谋求继续生存 娱乐认为 选择以国企合作的生存方式 民企规模只会继续萎缩 最后沦为国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一部有关南美国家厄瓜多尔 今年初发生监狱骚动的视频传到亚洲 成了美国加州黑人白人杀中国人的 虚假信息宣传 学者发现这种反美仇美的信息战 正在泰国社会蠢蠢欲动 原因与中国叙事正逐渐进入泰国媒体 学界政商界息息相关 泰国各界人士对这一现象表示担忧 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家杰的报道 在这个充满暴力的视频中 一名亚裔男子脸色痛苦地倒在地上 被数十位说着西班牙语的男子棍棒攻击 光天化日下被打到杜破长流满地鲜血 这部没有标注来源的视频被大肆渲染成 美国的反华运动中对亚裔的攻击 自今年4月中旬以来 这部影片在东南亚华人社群 中国、台湾的社交平台广泛流传 并配上了一种共同的误导性叙事 美国是怎么了 查阅流传在中国微信群 通讯软件LINE群组 社交网站脸书群组的文字发现 这段视频锁定中国 台湾、东南亚不同的观众群写道 失序的美国 美国加州的黑人与白人正在杀害中国人 尽快回到中国或移居到东南亚国家吧 越快越好 这些信息以及写新的视频 在泰国的华人社区引起不小骚动 人在曼谷的泰国记者协会董事成员 查罗瓦斯纳说 这一年多来 这类塑造反美、仇美的假视频 在泰国屡见不鲜 他反而笑着说 泰国年轻人根本不吃这一套 但年长者就不一定了 本台查找这部视频的来源 以及传播路径 发现这是来自今年2月底 发生在厄瓜多尔的监狱暴动 原始影片 由一位当地的司法部官员放上推特 3月 这部影片被流传到俄罗斯的通讯软件电报群 4月下旬 这部影片开始出现在中国、台湾、东南亚的通讯软件以及社媒 也在美国的论坛Reddit上献宗 视频被错误描述为 洛杉矶发生暴力事件 长期追踪中共信息战的独立研究员李敏珍看来 这段假消息的传播 符合近期中共任之作战的两个主旋律 一是塑造疫情以来 中国治理模式优于西方的叙事 第二则是利用美国近期发生的亚裔遭歧视和仇恨犯罪 宣传中国作为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李敏珍说 这类信息战不管是指明美国混乱或是颂扬中国 它的目的、手法、叙事如出一彻 也就是要强化民主不是一个好的治理人民方式的概念 他还提到 中国信息作战的特点 是常以外包方式下放给不同部门 甚至商业公司经营 因此产品出现良又不齐 又容易被识破的情况 这部虚假视频在抗中警觉性高 而且事实查核机制逐渐建立的台湾 没有引起太大波澜 却反而在泰国社会发酵 反而在泰国会特别的发酵 会特别的有用的 其实有很大部分的人 就是因为泰国现在 从去年到现在刚好在学运 就是尤其在泰国学运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有很多的阴谋论在说 泰国的学运是受某一个国家支持 到后来就会有大量的假讯息 就是说美国在背后煽动泰国的学运 然后甚至很直接的讲说 是很直接的把泰国的学运 跟香港的学运连结在一起 去年二月 受年轻人爱戴的泰国新兴进步党 未来前进党遭解散 点燃泰国自2014年以来 最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浪潮 泰国学生带领的民主运动 提出三大诉求 解散军政府主导的国会 停止打压异议人士 以及修正2017年军方制定的新建法 同时还要求对皇室进行改革 泰国街头的民主之火 在新冠疫情爆发 以及当局用大抓捕行动进行压制后 暂时沉寂 33岁的查鲁瓦斯纳 回忆起去年的民主运动 让他最感到沮丧的是信息混乱导致的讨论市交 我认为最不幸的是 信息战是很让人分心的 我们可以花时间辩论 是否应该解散国会 修宪或改革王室 但最后舆论力气却浪费在 谁是学运幕后黑手 还有指控学生是黑道 收钱演员的阴谋论 这些虚假信息的危险性 筹划了这些运动者 让他们让整场运动 失信于社会大众 除了阴谋论 泰国智库亚洲中心区域中心主任 格迈斯 还对另一股重要的舆论影响力 感到担忧 中国官方媒体在泰国的扩张 2015年 中国政府把东盟成员国的 媒体与信息合作 列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接下来几年 开始透过收购泰国媒体 或是签署备忘录的形式 免费提供新华社 央视等中国官媒的内容 给泰国电视台播放 到了2019年 常驻曼谷的记者罗尼观察 这个趋势让泰国报纸 在报道香港大规模民主运动时 完全采用了北京的叙事模式 到了2020年 泰国媒体在处理新冠疫情的议题上 更受到北京的影响 格迈斯博士分析 比起台湾日本社会对假信息 境外势力虚假信息的高度警惕性 泰国在这方面不仅公众缺乏意识 泰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 也对中国试图主导舆论走向的野心 默不吭深 泰国政府部门与精英与中国的关系密切 已获取了经济、军事或政治上的利益 因此他们不会批评中国 更不会用境外势力干预一词来形容中国 我认为这正是问题所在 当选者不愿意面对中国在当地主导叙事造成的影响力 中国与泰国近年经济关系越加密切 中国学生早已是泰国大学最主要的外国学生来源 2019年中国游客则占泰国所有外国游客的27.6% 随着中泰高铁项目的展开 带动相关设厂投资 2020年中国超越日本 成为泰国最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波亚齿文抵出了另一个担忧 他看到中国资金正在以不透明的方式进入泰国学术界 在过去五年左右 我感觉泰国学术界就像有一位中国共产党官方发言人似的 他们对大众说的话并不完全是真实情况 也并不符合泰国国家真正的利益 却能掌握着话语权 波亚齿文说 一些亲北京的泰国学者高调呼应着北京的说辞 吹捧着有争议的高铁项目 效力令人担忧的科兴疫苗 甚至是鼓吹泰国应该完全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 这一点 戈麦斯博士感同身受 他担心多元的声音在泰国正在被淹没 影响泰国公民社会的活力 而只要这个趋势一直下去 泰国社会自由表达的空间最终就会被吞噬 他说这是他最担忧的情况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崛起的试验场 也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战略对抗的战场之一 中国海军日前参与协助印度尼西亚打捞失事潜艇 有专家认为这将有助于解放军研究相关水域 而美国刚结束与东盟的视频对话 强调将加强与东盟合作 共同解决所面临的挑战 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一艘印度尼西亚的潜艇 上个月底在巴厘岛附近海域实事沉没 印度尼西亚的海军证实 三艘中国海军船舰 已经抵达巴厘岛北部协助打捞 分别是远洋打捞救生舰永兴岛863 远洋拖船南拖185 以及深海科学调查研究船探索2号 此外中国海军也派出了48名潜水员协助 不过这个救援行动是否会增加 中国解放军对于该水域的控制 引发外界担忧 外媒报道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就引述不具名的潜舰专家指出 解放军可以借此研究该水域的海军军用地理 并且扩大海军救援的国际影响力 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的 亚洲海事透明枪翼主任波林就告诉本台 中国解放军肯定会通过这次的行动 来收集水深数据 这有利于未来该地区的中国海军行动 不过他指出 美国不应该对中国伸出援手感到担忧 他告诉本台 我请同事代读 美国不应该也没有公开提出对中国援助的任何疑虑 潜水艇失事是一个悲剧 中国是有帮助的权利 美国也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波林强调 北京正努力向国际扩张软实力和影响力 但是协助打捞舰艇 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尼西亚 和东南亚大多数人民对中国的看法 他说 中国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强国 但其长期目标却引起当地人们的怀疑和焦虑 近期中国解放军在南海的举措频频 不仅因为两百余骚船只 停留牛二交引发菲律宾不满 更因为各岛礁的主权问题 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等邻国产生多次争议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东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 库尔兰兹克就告诉本台 此次的救援行动受到印度尼西亚欢迎 但是并不会对中国的形象造成太大影响 他说 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整体形象有很大问题 比如在南中国海 中国的行为总是很强势等等 这些在印度尼西亚舆论中 可能比打捞舰艇更重要 在美国总统拜登今年初上任之后 东南亚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正在上升 在5月6日举办的第34届东盟美国对话会上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 克夏大使就重申拜登政府重视东盟的伙伴关系 此外双方也就去与稳定展开讨论 克夏表示将与东盟合作 为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 包括东海航行安全 此外美国也强调支持东盟关于东海问题的原则立场 并将共同维护国际秩序 拜登政府不仅强调印太战略 还重视与盟国建立多边主义的关系 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 担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特使的杜大卫 中国借由东南亚的一带一路倡议 使关键基础建设项目 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 包含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都是东南亚最大的借款国之一 他表示 我们常在东南亚听到人们说 从安全角度来看 人们对中国有很多担忧 他们绝对希望看到美国继续参与 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 他们与中国的贸易 是与美国的贸易的两倍 杜大卫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 一场讨论中提到 若美国能维持在东南亚的安全联盟 并重新回到亚太地区的经济竞争中 将有助于美国维系 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聘姐 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星期五在一场联合国会议上强调 美国无意遏制他国的发展 而是希望敦促这些国家履行其国际承诺 而中国外长王毅在会上 与美国针锋相对 批评说 以意识形态给全球划线 与多边主义精神不符 以下是本台记者骄傲的报道 美 加 英 法 德 一日组成的七国集团的外长 周三在伦敦举行了两年来的 首次面对面会议 最后发表了长达上万字的联合声明 其中大篇幅地谈论了中国 包括严正关切新疆 西藏 东海 南海局势 呼吁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尊重其国际承诺 严正关切中国破坏自由公平经济体系的行为等等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表示这场七国集团外长会是在搞开历史倒车的集团政治 干涉了中国主权 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 但布林肯在联合管理会周五举行的一场高级别视频会议上重申 美国无意遏止其他国家的发展 但始终会敦促各国遵守国际规则 美国捍卫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并不是为了围堵其他国家 这个我们帮助建立和维护的国际秩序 促进了我们的一些强大竞争对手的崛起 美国的目的只是维护 捍卫和恢复这个秩序 布林肯此言与其一个多月前 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美中高层会谈上 阐述的立场高度吻合 当时他提出 中国对新疆 香港和台湾采取的行动 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及对其盟友的经济胁迫 都威胁到了基于国际规则的全球秩序 中国作为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召开了周五的这场名为 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会议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了会议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当天早些时候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集团政治正在损害多边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倡议召开的这场安理会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不出所料 中国外长王毅在会上再次含沙摄影地 批评了一些西方国家 近期对华采取的强硬立场 以意识形态给全球划线 与多边主义精神不符 是在开历史倒车 王毅还指出 制裁和其他强制执行措施 只因在一切非强制执行手段都尝试过后 才考虑使用 任何试图绕过安理会的单边主义行为 都是不合法的 必须被抛弃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会上同样表示 对西方国家来说 多边主义常被看作是迫使其他国家 遵守他们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借口 过去几年来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否决了针对伊朗、叙利亚等国的制裁 并一再呼吁解除对朝鲜的一系列制裁 而在缅甸局势近几个月持续恶化的情况下 中方官员却表示 中国不支持对缅甸进行制裁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中国两国在安理会频频动用否决权 对联合国设法保护 全球最受迫害的人产生了巨大阻碍 伯林侃在会上虽然并未点名任何国家 但他显然没有放过 间接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机会 一些人辩称 政府在其国家经验的行为 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而人权也是个国家间有别的主观价值观 但宣称对某事有国内管辖权 并不能赋予任何一个国家 随意奴役、折磨、强迫失踪 种族清洗弃国民等 侵犯人权行为的特权 此外 布林肯还批评了任何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 通过施加影响力 面临或胁迫其他国家 做出某些选择和决定 另一方面 布林肯再次强调 美国始终会秉持多边主义精神 与其他国家在抗击新冠疫情 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通力合作 包括那些与美国存在严重分歧的国家 因为这些分歧 远没有他们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那么重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江澳华盛顿报道 唯一致是一个成立于今年四月的网上美术品交易平台 主要出售与香港抗争有关的美术作品 目前该平台已经与六位身处世界各地的香港画家建立了合作关系 本台记者孙成日前采访了居住在美国加州湾区的 唯一致三位负责人 听他们讲述了这一平台的故事 你们好 请问能否介绍一下 你们为什么要创建唯一致这样一个平台呢 在去年的时候 有一个机会就接载了一个 在去年的时候 我有一个机会接触了一位手足朋友 是卖画的 看到他卖画的情况很辛苦 一个小女生拿着很多画 从三藩市搬到东湾去卖 我用车带他的时候 觉得他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很辛苦之余 也觉得他很坚强 我问他是否需要把东西搬上车搬下车 但他不需要我帮忙 都是自己一个人做好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令这些画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手足帮手足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就找到阿瑞塔和本杰明 一起去想能做些什么 之后做了一个网上的卖画平台 有几个目的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 首先我们希望卖画的钱可以直接给到手足 第二就是 可以令到他们画的价值提高 不要像现在这样卷成一团团 当成免费艺术品那样去发放 另外我们也觉得 每一个画家 每一幅画背后 都有他们的理念 背景 故事 所以我们也希望将香港人画家 或者香港的故事 可以继续在海外 西方社会宣扬 这几个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我想补充的就是 当肯诺比找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理念是同的 我想补充的是 当肯诺比找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我和他的理念很相符 因为我一直想保存香港文化 因为我们的香港文化 正在被逐渐侵蚀 我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都在被人侵蚀 所以我希望能够保存自己的文化 从而保存自己的身份认同 也就是每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画是一种艺术 它可以讲故事给人听 而且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平台 去鼓励那些画家画更多的画 让他们可以将香港所发生的事 透过画作记录下来 同时保留我们香港的文化 通过画作这个方面 可以让不同层面的人去认识到 香港发生了什么 而非只是靠新闻或者影像 从而让可能喜爱艺术的人 也能接触到香港所发生的真相 我可以补充的就是 如果来我们的网站的话 可以见到所有的文字都是英文的 因为我们相信香港人很清楚 香港正在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去知道 究竟香港或者一些去争取 民主自由的不同地方 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们尽量都是用英文 让更多美国人看到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 也可以给一些画家提供机会去介绍自己 我们找到了帮手 他是一个很好的编辑翻译 因此他就帮我们联络了每个画家 去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 他们画那些画的故事 把故事写出来 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这个平台既可以帮忙推广那些艺术家本身 也可以推广他们的话 我想回应一下本杰明说的 我是六四之后离开香港 来到美国读书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六四的所有故事 在头一两年还可以听到 之后那些故事 别说在中国或香港 在海外也越来越少 再去问年轻一代 是差不多没人知道六四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发生六四 人们在六四中做了什么行动 六四的影响 这些事情的 我回顾2019年香港的运动 现在到了2021年 这个话题不断被其他新闻冲洗的时候 就会很少人知道这个话题 更少人知道事实了 希望那些画和画家的故事 能继续传下去 传开 传得更广 能否谈一谈你们和画家们的合作方式呢 其实很多那些artists 一开始 他们是不相信 其实很多艺术家一开始是不相信陌生人的 如果我们忽然之间接触他们 他们都是不相信我们的 我们都是先通过中间人取得信任 通过中间人给我们介绍画家 我们和艺术家在网上见面 都是一开始要有个中间人做主持人 才能取得信任的 直到一两个月 我们才能打开他们的心扉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 旧金山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 4号接受澳美专访时指出 中国似乎准备对台湾发动最后攻击 他不会说战争迫在眉睫 但是台湾政府需要为战争局势做准备 此外 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文提及 他不希望战争爆发 也特别支持所有问题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胡锡进秉称我方也不开第一枪 向前请听记者黄淳梅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 4日在台湾外交部办公室 接受澳洲金融评论报视讯专访时被问及 战争威胁迫在眉睫吗 吴钊燮回应 他曾接受英国媒体天空电视台访问时这样说 中国试图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 试图利用假讯息或混合战骚扰 并且增加他的军事威胁 似乎正在准备对台湾发动最后攻击 但吴钊燮说明 我不会说台湾和中国之间会立即开战 台湾政府需要为战争局势做准备 不只是国防部 整个台湾政府都在为应付中国可能发动的军事攻击做准备 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研究所教授 郭宇仁接受本台访问时认为 吴钊燮的说法还是含蓄 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说得非常清楚 解放军建军的目标是能战而且能打胜仗的部队 这种建军的目标与日本 韩国或是台湾要防卫自己的国家安全目标截然不同 台湾的国家安全威胁本来最大就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当中国有这种这么明确 而且针对性的军事或国防改革 这个对台湾来讲基本上就是存在非常大的威胁 军事评论员其乐意指 2019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 40周年提出两制台湾方案 就是为如果把台湾拿下后要如何实施 这是在法律上如何经营台湾的潜台词 其乐意说中国的意图非常强烈 甚至失去耐心 特别在香港出现问题后 台湾人民已经对一国两制不抱任何希望 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接受当地电台直播访问时 主持人引述吴钊燮的访问并询问澳洲会不会支持台湾时 莫里森回应澳洲会一直履行支援美国以及印太地区盟友的协议 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一篇台湾问题上 美国已经知道大陆有不惜开展军事斗争的决心 文中提及台海地区的军事对峙升级很快 但是胡锡进说他当过11年的兵 清楚战争对普通百姓意味着什么 胡锡进称自己的主张是 即使面临严峻挑衅 我方也不开第一枪 其乐意分析胡锡进指的不是战术摩擦的第一枪 是战略攻势主动攻击的第一枪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法国参议院6号以304票赞成 0票反对 一致通过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建议案 法国政府也在议会上表示 台湾做出的贡献和经验分享 对整个国际社会至关重要 并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立场 以下是记者蔡玲法子巴黎的报道 法国参议院6号以304票赞成 0票反对 一致通过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建议案 这是法国国会第一次通过有关台湾的提案 法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勒莫内 跟代表政府表达支持台湾的立场 代表政府发言的勒莫内 虽然重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强调法国与台湾有许多的合作 并支持民主自由人权的台湾 参与国际组织 他说 我们的立场很清楚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台湾的参与符合国际组织的利益 他强调参议院的这个提案 代表与法国政府立场一致的目标 他并重申台海稳定 有关区域安全 谴责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行为 勒莫内还赞扬台湾 在疫情的表现非常亮丽 并输送口罩等医疗物资到全世界 台湾做出的贡献和经验分享 对整个国际社会至关重要 他并举外交部长勒德里安 在去年11月时表示 很遗憾台湾没能参加 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 将继续呼吁北京和台北达成参与的协议 参议院首度友台的提案 是由日前遭到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致函 威胁取消访台行程的参议员 底下以及外交际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友台小组副主席格利欧起草 虽然事项不具约束性的法案 却获得20多位跨党派议员的支持 底下说 特别重要的是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因为台湾在这起全球疫情肆虐中 成果两例 同时也要支持国际刑警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 以及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底下解释 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 至少应该受到保护 并有权与国际机构接触 这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可行和有益的 格利欧发言表示 应该要将政治分歧放一旁 让这些主要的议题超越边界 台湾占全球最先进半导体产量达88% 我们汽车工业都需要它 以台湾对全球贸易与经济的影响极重要性 而且台湾拥有两家享誉国际的航空公司 不应该被排除在国际社会有关飞航安全 以及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各项倡议讨论 多位议员也提到 台湾最近被媒体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 中国对台湾海空军事挑衅 军机侵扰规模和次数日增 台湾的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 感谢法国参议院的决定 并欢迎法国政府的立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发力报道 台湾最大的在野党中国国民党 7号正式公告 党主席选举定在今年的7月24号 除了现任主席江启臣已经宣布寻求连任之外 在总统大选失利后 转为低调的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是否再次披甲上阵备受瞩目 有分析认为 无论谁参选都要面对台海局势的议题 因为这关联到国民党最终的政治前途 以下是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被媒体披露 不选当主席会议脸书公布 总统大选期间 担任韩国瑜阵营发言人的王浅秋 7日在广播节目回应表示 国民党7日由秘书长李乾隆公告 7月24日党主席投开票 台美美丽岛电子报在今年3月所作的国政民调中 当被问到国民党主席最适合的人选 调查结果显示 最高为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五成三 其次是现任主席江启成的两成四 韩国瑜以一成七屈居第三 韩国瑜在2020年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 大叔现任总统蔡英文265万票之后 几乎在台湾政坛销声匿迹 但是党主席一战 韩国瑜是最热门的话题人物 主持美丽岛电子报民调的戴利安告诉本台 韩国瑜或许可以当国民党的一个山头或是诸侯 但是他没有能量让国民党重返执政 因为韩国瑜如果人气越热 就代表越深蓝的标签 与中间选民年轻族群的距离越大 这会有所拉扯 台湾师藩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 屈兆祥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 韩国瑜有一定的粉丝 这是毋庸置疑 但不见得都是国民党员 而韩反党员是不是足以让韩国瑜当选 国民党主席很难判断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韩国瑜就算没有当选 对于整个主席的盘局会有十足的影响力 传统的国民党员过去被认为比一般神明结构立场更偏蓝些 这也牵动有意角选党主席的人选 在中国政策论述上是否要继续拥抱九二共事的难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G7外长峰会关切中国侵害民主人权和威胁他国等问题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批评G7是一个炮打中国的政治小圈圈 加拿大外长马克加诺则表示 G7外长达成许多重要的共识 包括各国同心反对中国任意拘捕两名加拿大人 以下是记者柳飞的报道 从培武6号在加拿大智库和平与外交研究所一场论坛当中发表演讲 他批评刚落幕的七国外长峰会只是借机炮打中国没有建树 G7只是浪费时间把手指向中国 指控中国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事 没有好好在应对新冠疫情和提振世界经济上发挥作用 从培武并称中国不是威胁 真正的威胁者是美国 他还强迫世界国家要选边站 提醒加拿大不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从培武的言论显然和加拿大官方立场处在不同的频道上 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加诺对这次的峰会成果非常满意 各国就中国欺压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达成共识外 也同声谴责中国积压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弗 我和其他国家与会部长在会议上讨论两个加拿大人和中国任意积压他国公民一事 大家都非常支持加拿大的立场 这次峰会是过去两年来各国部长首度面对面开会 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大家一致齐心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 这次峰会期间 加拿大和日本外长还举行了首度面对面会谈 就六个领域达成共识 其中包括共同展开军事合作 两国声明提到 反对采取单边行动破坏地区稳定 以及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国际海事秩序的行为 这句话很明显是指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 加拿大国会议员也纷纷赞扬七国盟友合作抗中 称面对中国政府的经济胁迫 西方民主国家应该制定一套机制以相互支持 执政的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约翰·麦凯说 加拿大深刻体会中国的威胁 国际上统一对抗中国压力是一个好方法 因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其附庸国 专长外交领域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表示 七国峰会上部长们深度讨论中国如何透过经济施展威胁力 并利用一带一路倡议 看似帮助他国完成基础建设 实则是为了达成自己霸权目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导 飞跃的亚洲战略的亚洲大国博弈在地观点 我们谈也听你说亚洲很想聊 自由亚洲电台推出的全新谈话节目亚洲很想聊 5月14日起每周全平台播放 录音时开放clubhouse观众线上参与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维权网5月7号发布的消息 五一公共假期后的第一天 河北大午集团案的多位辩护律师 先后收到高碑电视人民法院的通知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孙大午等21人或单位 涉嫌寻衅滋事 破坏生产经营 强迫交易 妨害公务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 非法采矿 非法占用农用地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诈骗一案 已经由河北高碑电视人民检察院起诉到该法院 据路透社5月7号引述多名业内消息人士披露 印度已经联系数月 暂停批准中国制造的无线移动设备进口 任何搭载WiFi模组的电子设备成品 包括蓝牙音箱 无线耳机 智能手机 智能手表 以及笔记本型电脑等 目前都遭到延迟 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虎塔星期五表示 新西兰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超越贸易 更加成熟的关系 给彼此间的分歧留有余地 特别是人权问题 马虎塔当天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 新西兰要确保以尊重 一致 而且是可以预见的方式 表达赞同的问题 但同时也要表达所不赞成的问题 据台湾的中央社5月7号报道 即美国国会议员和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上个月发起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活动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在推特发布网络串联 号召共享民主价值的国家一同发声之后 目前这一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活动 已经获得了美、英、法、德、澳、加等超过50个国家的声援 据西藏之声本周四报道 一名西藏纳取藏人因为拒绝配合中国国庆活动遭拘捕后 在狱中因为受到虐待不幸身亡 而这一消息时隔两年左右才传出境外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